敬拜堂的家人平安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线上的每日曙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你的热忱在哪里? 你的热忱在哪里? 让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 彼得后书一章五至七节 彼得后书一章五至七节 正因着缘故你们要多多努力 有了信心又要增添美德 有了美德又要增添知识 有了知识又要增添节制 有了节制又要增添忍耐 有了忍耐又要增添敬钱 有了敬钱又要增添弟兄的爱 有了弟兄的爱还要增添神圣的爱 你们有什么热忱呢? 你热爱做什么呢? 就是有什么事情事项或者是活动 会让你一定会要参与的 热忠参与并且是经常参加 而且不只是成为你的爱好 甚至可能是习惯 也可以适合一群跟你同样热爱 和一些的群体去做你们所热爱的 所热忱的 所热忱的事情和活动 可能说可以是爬山 也可能是跑步 可能是跳舞 可能是骑脚车 可能是打雨球 露营 一同看球赛 一同弄糕点 一同旅行 一同去root trip 或者是一同去寻找美食 也可以是一同行善 一同做善事 通过自己能力范围 和感动的 为自己一些特定的群体 送一些所需的物资 鼓励跟爱心 关怀特定的群体 帮助社群 或者是社区呢 可能也包括 助养第三世界的孩童 等等 若是你的热忱 和恶爱的事情 虽然可能看起来 你不会是常常主动 或者是出击带头的 或带队形式的 但你必定 一定会是经常都会做的 无论是风吹雨打 晴天雨天 都交不惜 你心中对那项活动的热爱 和你心中所相信的核心价值 同样的 来到上帝信仰那里 上帝也盼望我们 能够如此热爱着他 跟他有亲密的关系 像枝子一样 连接在葡萄树身上 敬拜堂的家人 上帝对我们的热爱 无论是从前 现在 甚至到以后 都不曾减少过 上帝是如此深爱着我们 每一个人 也许这一年多下来 因着许多 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 许多未知数 跟不确定性 也可能导致 原本热爱生活 热爱信仰的我们 有点冷却了下来 可能心中那份 说不出的失落感 是在我们每个人心中 多多少少都会有 如此的心境 但无论我们的光景如何 愿我们能继续在跟上帝的信仰里头 就是持守我们对祂的爱 我们对祂的热忱 就像祂爱我们一样 是不经过岁月的戳磨而改变的 所以敬拜堂的家人 让我们挺起胸膛 收拾心情 调整我们的思绪 正确摆放好我们的焦点 使劳苦担重担的我们 能够在上帝面前 好好真正来歇息下来 重新得力 重新再次调对我们的焦点 在神国度的事情上 再次有热忱起来 服事再次有热忱起来 再次奔跑 再次迎娶胜利 也包括我们生活的每个层面 就像是这段经文所说的 多多努力持续进步 持续保有这个热忱的态度 在信心上继续仰望上帝 我们一起努力 一起向上帝发挥 我们最大的热忱吧 上帝祝福你